这一个问题问题是问亲近之时 如何判断是善之时还舍我之时 若是邪思而我亲近 却能行正道可以亲近吗 这个邪思正思佛一开端就教导我们 我们最近在这里念 阿难问是佛基凶尽 佛一开端就教给我们要亲近善之时 教给我们怎样辨别善之时 亲近邪思你自己能行正道 这个很难得 这也不是普通人 这样的人将来决定有成就 这很不容易 亲近邪思而能行正道 难能可贵 这个也是稀有的因缘 不多见 如果这个事情要能行 释迦牟尼佛又何必叫我们亲近善之时 这就不用了 物质时能行正道的时候 大概也是亿万人当中能找到一个 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在我们想象当中 决定是佛菩萨化身来的 不可能是凡夫 凡夫做不到 凡夫确实 古大德所讲的 尽住者赤 尽末者黑 他会受环境影响 他这个已经不受环境影响 不受环境影响的人 是圣人 已经不是凡夫 若有的问题 分判不出来 如何去行 才算是正道 这个一法不一人 这是佛的四一法了 在自己熟识的佛经中 也没有看到 佛如何指示 这时候 这时候应该如何办 佛垂灭的时候 教界弟子 四一法 一法不一人 一一不一语 一了意不一不了一 一智不一识 能够遵守 这个教会 佛虽然不在世了 如同佛在世 每年 法师 法师经典 我们辨别 善知识 善知识 所讲的 决定不违背 经义 言语说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意思不会错 一一不一语 但是 一定要以 经典为准则 善知识 所说的 意思 决定不违背 经教 违背了经教 那就不是 善知识 善知识 善知识